音樂人陳國華主持全新節目 那些年那些歌 首級邀來台語天后詹雅雯 詹雅雯自從帕金城市症發病以來 暴瘦11公斤 左半邊筋骨活動受阻 舌頭更是受到影響 因此陳國華今天不但攀扶詹雅雯出場 更親自下廚燉雞湯給詹雅雯進步 陳國華說 我們這節目在2月26號8點到9點半播出 那這個是現在回歸很已久的 這個音樂型的 音樂型態的節目 現在很少了 所以可以讓歌手呢 很開心的唱歌 對 享受你這個舞台 因為我們是完全是原汁原味 甚至還有一種改變 所以讓歌手呢 可以提供一個非常這個棒的舞台 讓他們可以唱 唱所欲 唱所欲唱 哈哈哈 唱所欲唱 對 唱好爽就對了 那今天呢 非常感恩我的好姐姐 這真的是我的 我的好弟弟啊 別這麼說 我第一集我一定要請到她 而且她平常呢 幾乎是不上節目的 但我們兩個呢 是今天特別可以情相到她 我真的非常感動 謝謝 所以不是燉骨雞湯 以後妳的身體就歸我管了 哈哈哈 讓詹雅雯聽得樂不可知 直說 既然就這樣子了 我就以聲相許了 哎呦啊 只能這樣子報答 來來來來 聲音的聲啊 大家不要互解 不僅如此 詹雅雯對於疫情的 藝人工作的影響 也有感而發 疫情期間啊 這邊也不能唱啊 那邊也不能唱的 然後都要戴著口罩 然後怎麼辦呢 怎麼樣 都沒有一個 總覺得很黑暗啦 那個感覺 我相信各行各業都一樣 那我們怎麼樣 互相的在各行各業 互相加油 鼓勵 支持 讓我們唱出的歌聲 鼓勵所有的人說 變安 我們是變安的 快樂 我們可以很快樂 把我們每一個動畫 這樣度過這個時期 大家共同的努力 我覺得這個是社會上 大家所期許的 談到自己的病情 詹雅雯表示 這段期間都在家裡窩著 不然會非常痠痛 他無奈的說 我全身的力氣 都是在用左邊使力 自己是不自覺的 然後我的右手右腳 是非常比較無力的 但是長期下來我不知道我的左腳 還有脊椎這邊都已經長期的壓縮 壓迫了神經 所以現在變成整個筋骨 都會很走路 必須要有時候要用拐杖 但是國華通告我的時候 我就問國華說 弟弟 我如果拿著拐杖 上台你覺得如何 他說 你拿拐杖或是坐輪椅 我都不會嫌棄 我都不會覺得哪裡不對 但是你只要歌聲能夠安慰人 撫慰人 你的出現 帶來給大家一個正向的力量 至於被問到 上次開完演唱會再度回診職 醫生怎麼說 曾雅雯表示 剛剛在試音的時候 我就發現了麥克風怎麼這麼重 手很痠 特別的痠 我才發現說 醫生講的是對的 不是長期左半邊在支撐著 全身的力氣 全身的重量 用所有的力氣都在左邊 所以我就會有點不平衡 那個不平衡已經傷害到筋骨了 目前詹雅雯靠一位志工革命陪他過生活 幫他料理三餐 幸好現在可以走出來參加陳國華的節目 陳國華也十分感謝詹雅雯意氣相提 直說 我們倆是另類金門王跟李炳輝互相扶持 而詹雅雯也說暫時讓他吃一下陳國華島和 讓現場充滿哮聲 另外詹雅雯也透露已打完第三劑疫苗 但過程卻非常辛苦 我打了 我打的時候呢 其實我要打之前我很猶豫 我猶豫說我到底要不要打 萬一打了這劑 有什麼狀況呢 打完了以後有很大的副作用 胃肝 胃肝 我會胃冷 然後呢棉被好幾件的 還是沒有辦法蓋到讓自己舒服 然後腳底呢是用那個 那個叫什麼 電毯是不是 電毯 用腳包著腳 不然我冷 不然我冷到真的受不了 然後全身痛到不曉得怎麼辦 那幾天會非常非常難過 但是都度過了 alm用胸罩 製品 看你 他夫嫌 view